想了解世界 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乌克兰的明智选择 放弃领土换取和平 经过整整106天的互相伤害 俄乌战争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俄罗斯用二战那种轰炸式打法努力实现对顿巴斯地区的占领 扩大战国很难 放弃进攻也不可能 即使被这全球最严重的制裁 乌克兰宣布不放弃任何领土 可是在战场上又没有优势 每天还要接受人员死伤核城市的破坏 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但是也要承受制裁造成的原材料短缺和能源价格暴涨 欧洲大陆的所有参与方都黑着眼眶熬着夜 因为每个人还要持续投入 却没人得到了明显的回报 只有美国是可以笑傲江湖的那一位 自打建国以来 地球上发生的每一场战争 都没有蔓延到美国本土 美国也总是有办法从别人的熊市中获利 这次美国带着欧洲一起投资乌克兰战场 携手推动战争 走到了目前的尴尬时刻 大家全都套进去了 但只有他套得最浅 那么还要继续追加下去吗 问题的关键 现在取决于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突然宣布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 以领土换和平 结果会怎么样呢 要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真这么做了 而且战争以这种方式停止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一份填膺 但是俄罗斯 乌克兰和欧盟27国都会大松一口气 接着开会讨论战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客观冷静地说 以领土换和平对乌克兰 不一定是最差的结果 起码做到了及时止损 106天之前 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 就不在乌克兰政府的控制下 事实上已经失去控制满8年了 乌克兰想拿回来的概率也不大 因为乌东地区的后台老板是俄罗斯 现在的情况不过是俄罗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捅破窗户指自己接管 现在暂时宣布放弃 本质上乌克兰并没有损失什么 好处是俄罗斯找到了台阶会立刻停战 乌克兰的人员死亡合成是破坏 会立即终止 对外贸易也能尽快恢复有资金进来 国家重建也能提上日程 而让战争继续下去 意味着人员死伤合成是破坏 也会继续下去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新的表态 说不放弃任何一块领土 他的意思是连克里米亚都想收回来 至少说明美国和欧洲承诺的援助 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在国家被入侵国土 被占领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 泽连斯基的强硬表态 在政治上毫无瑕疵 既能鼓舞人心 还能赢得支持 但是乌克兰最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泽连斯基自己也说不清楚 进一步被破坏 更多人员死伤是肯定的 实用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 千万不要为了攻击别国 而跟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 除非形势所迫 因为如果你获胜 你会被他控制 身为君主 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受制于人 欧乌战争持续的越久 乌克兰欠欧美的人情就越多 无论最终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 未来的乌克兰政府 只能亲美亲欧 这种亲近根据程度不同影响也不同 严重一点会丧失主权 外交不独立 经济不自主 进一步加剧 国内的东西分裂 东乌克兰就彻底分裂了 如果乌克兰现在以土地换和平 努力扮演一个弱者 扮演一个为了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基础设施完整 而不得不放弃领土的战争受害者 他就不会被人遗弃 领土问题就还有希望 因为人设一旦立起来了 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 他们还会就此事 持续不断地对俄罗斯制裁施压 届时乌克兰就成功地把俄乌问题 转化成了俄欧问题和俄美问题 然后从中协调寻找解决领土的机会 106天以前 普京在俄乌边境囤兵 10万对乌克兰施压 本质上是给美国和北约施压 希望他们放弃支持乌克兰 收复克里米亚的想法 北约当然不会屈服 于是俄罗斯果断却草率地动手 幻想着欧洲像2014年 不介入克里米亚那样 不介入这次战争 结果事与愿违 欧盟在美国的带领下 非常团结地支持乌克兰 既给钱又给武器 还给俄罗斯安排制裁 这种强势参与 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料到的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5月31日 欧盟决定在2022年的年底前 切断90%的俄罗斯原油进口 这是第六轮制裁中最严厉的措施 不仅会让俄罗斯的收入暴跌 欧盟的消费者和制造商 也要遭受能源的二次伤害 第一次伤害是现在忍受 不断涨价的汽油和天然气 欧盟壮士断腕地介入俄乌战争 到底图什么呢 如果不是为了制止俄罗斯 对欧洲的侵略 那就只能认为他们 在追求正义和维护 他们认可的价值观 要在这个文明时代 阻止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 俄罗斯当然没有侵略欧洲的必要和能力 所以原因只能是后者 当俄罗斯意识到 和北约打仗很吃力的时候 果断在4月份做了战略调整 把战场收缩到了顿巴斯地区 就像一家公司砍掉了亏钱业务一样 突然就轻松了很多 顿巴斯地区战场规模不大 这一地区原本就亲俄 并且和俄罗斯接壤 后勤保障没压力 之后两个月的实践效果表明 以俄罗斯这样的体谅 在顿巴斯地区 打一场持久战问题不大 武器和物资都能承受 那么在北约不直接参战的情况下 欧美对乌克兰的持续输血 要到什么时候 轮到欧洲国家怀疑人生了 其实欧盟成员国 并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团结 部分国家私下向泽连斯基施压 让他抓紧时间和俄罗斯谈判停战 毕竟高价天然气的日子过几个月还行 超过半年奔着一年去了 那他们也顶不住民众的怨气 在爱情和面包之间取舍 从来都是个难题 何况他们还没有统一思想的能力和传统 欧盟是想通过支持 让乌克兰夺回全部领土 还是期待乌克兰 在战场上取得更多谈判的筹码 欧盟成员国已经不能统一意见了 带头大哥美国和欧洲的想法 从一开始就不同 美国是冲着削弱俄罗斯去的 他不能与俄罗斯直接交手 就让乌克兰做自己的代理人和俄罗斯开战 所以俄乌战争有点像1979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 美国现在支持乌克兰政府军 犹如当年支持阿富汗游击队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拖款俄罗斯 美国人希望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反正战火烧不到北美 难民去不了北美 美国的能源自给自足 甚至可以向欧盟出口 抢走俄罗斯失去的市场 反对侵略核强权 追求公理和正义 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 这样的出发点 散发着理想主义的耀眼光芒 有点文化的人 对这个毫无抵抗力 美国举着这面大旗纵横百合 让欧盟 乌克兰和俄罗斯卷入了一场比原本更激烈的战争 俄罗斯承受着制裁核战争 以及舆论压力 乌克兰承受着城市破坏 欧洲集资打仗 接收难民还得高价买油买气 一直这样下去划算吗 肩负着欧美投资人期待的乌克兰人会发现 现在他们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欧盟的耐心在某一天会耗尽 届时欧洲人要上街抗议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 那时候欧盟就不得不忍痛割肉停掉对乌克兰的注资 然后乌克兰会失去谈判优势 还可能被俄罗斯反攻 除非美国一家扛下所有对乌克兰的支援 而且反映速度和物资的运输速度快破战场的形势变化 假如这一点没有保障 那么现在就是谈判的最佳时机 只是放弃领土这种事 政治家想得通 普通民众接受不了 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然后主动放弃 就像一个赌徒放不下之前的损失 想翻盘一样 即使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有了这个想法 也不敢提到会上讨论 这是会被扣上卖国贼帽子 并引起内部动荡的想法 以土地换和平的最大障碍 是说服乌克兰民众在差与更差之间做选择 如果对说服工作没有信心 那么泽连斯基还得对外强硬地宣传 不放弃任何一块领土 然后在欧美的推动下 鼓励乌克兰军民悲壮地走向战场的绞肉机 一起成为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者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任何关于本期内容的分享评论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